大家好,我是Stan Exo队长苏河最近就SN娱乐与千倍戏之间的争议发表了意见 最近苏河在SN娱乐大楼接受了NBN周末剧 Cai Chakasara的完结访问 当天针对千倍戏与SN娱乐之间的争议 苏河表示 我们其他成员们其实是透过新闻报道 才得知了当天记者会等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感到很惊慌和难过 最重要的是Exo去年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因此感到非常心痛 今年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粉丝们的心情会很不好 这让我们很难过 所以作为Exo的一员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最想对粉丝们说的是非常抱歉和对不起 而对于Exo完全体的计划 苏表示 实际上我们和SN娱乐一起准备冬季专辑 并且计划明年才婚和开退伍后的活动 希望一切顺利进行 以音乐来回报粉丝们 这是作为Exo的责任 也是作为队长的愿望 但是我无法保证这一切能够顺利实现 这让我有些担心 苏活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然后当被问到 CM记者会后 是否与CM成员们有过联络时 所回答 我们只是问了怎么回事 他们也坦诚地解释说了 一切都如新闻报道中所述 因为这样的原因召开了记者会 并向SM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6月10号 CM成员三人的所属公司 IMBPAC召开了紧急记者会 并指控 SN娱乐在去年签订合约时 承诺的5.5%分销手续费率未能履息 并要求10%的销售额百税 但是SN娱乐方面表示 从记者会上披露的内容来看 对CM成员的非法接触已是不正的事实 并暗示将采取法律行动 对此CM方面表示遗憾 并进一步指出 如果SM继续不提供结算的依据资料 我们将向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 由于CM与SN娱乐之间 再次发生合同纠纷 原本计划中的 EXO完全体专机的前景变得不明了 针对此事 SN娱乐向媒体表示 确实有制作专机的计划 但目前想为就计划变更 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钱北喜方面也表示 这与EXO完全体活动的持续无关 今后钱北喜将继续与SM合作 认真参加EXO完全体活动 再次向粉丝们承诺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粉丝们和公司或许可以不知道 但成员们应该要知道吧 这样看来成员们可能比粉丝们 受到的打击还更大 连成员们都没有告诉 却天天说想做EXO 想守护EXO 真是让人无语 剩下的成员一半还在SM 团体活动也是在SM进行 却这样召开记者会对SM进行媒体战 还说要继续团体活动 这简直就是欺骗 消失吧 虽然我是别家粉丝 但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很心酸 加油 EXO俗获 以及所有的EXO人们 但是也有手势网友们表示 记者为什么要问俗获这些问题 俗获怎么可能知道其他人的合约细节 应该去问SM才对呀 一开始就是因为SM没遵守诺言 才导致这样的情况 结果因为SM的媒体操作 EXO成员们却成了被骂的对象 所以对于Chenbix与SM的纠纷 以及所有的收访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有媒体报道 Blackpink成员如剑 将与制作人Teddy 共同开启他作为solo的第二幕的消息 对此The Black Labour的一名相关人士 对媒体表示 目前正在与鲁杰讨论合约相关事宜 所以是真的有希望了 我很喜欢哈哈 非常期待鲁杰的个人专辑 快点给我 索密的专辑间隔也很长 真希望能常常发表兴趣 鲁杰有透露正在准备专辑 会期待他的个人专辑的 比起一人公司 我觉得与Teddy合作是最后的选择 对于鲁杰很有可能进入Teddy的公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破坏机场门的粉丝们 明明说了不可以 却还是坚持把手机直接对着脸拍的人 你们真的是粉丝吗 如果你们是粉丝的话 拜托不要这样做 为了看艾斗尔跟踪着 还弄坏机场门的人 真的太没出息了 没想到纳扇门竟然会被弄坏 如果纳扇玻璃门破了 大家应该都受伤了吧 真是太可怕了 拜托大家 即使要去也要遵守秩序 又是一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顾别人感受的这些人 我还不过去也要遵守秩序 我会让你准备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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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